以往我们要使用AI来生成简报 或者是网站的话呢 你通常会至少使用两个以上的AI服务 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工具 然后才能完成比较有品质的内容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下一个AI的世代的趋势 只要一次性指令 就可以产生简报或是网站哦 Let's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了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有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讲得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啰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湯 现在的AI工具还有服务 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热门 但是你有没有想象过 下一个AI的世代来临的话 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呢 对我来说呢 AI呢他最终应该就是要像电影钢铁人的 Javis一样 你只要简单的告诉他 你想要做些什么 然后叫他去做 最后他就会直接完成结果 交付到你的手上 你只要看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那现在AI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所以比如说我想要制作简报的话 我就应该告诉他 我想要制作简报这个大纲内容之后 丢给AI之后 他就会生成对应的档案给我 现在虽然有蛮多AI可以制作这样的内容 不过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内容呢 都有点随便 或者是呢这个排版不是太好看 所以我们都至少会透过两个以上的AI服务 来达成这样的结果 对我们来说呢 虽然也是增进了效率 不过呢还是没有那么方便一点 不像是AI啊 又或是如果我们今天完全不懂程式码 想要开发一个网站 虽然呢非常多人都有教过 你可以用Cursor啊用Tray啊 或是相关的工具产生代码之后 然后你把它复制下来存成档案 然后再上传到主机什么什么一大堆 然后你甚至还要自己设定网域有的没的 其实这样还是一点都不AI啊 那只是提供你内容 最终呢你还是必须要懂主机 必须要懂网域 然后必须要懂管理 一大堆有的没的 如果这些都不懂 你就算制作出网页来 你也不知道怎么把它放到网路上啊 所以我认为呢下一个世代的AI 就要应该可以帮你处理掉后面这些所有的麻烦事情 好我们接下来分享的呢 就是用这个AI的服务呢 做出三个不同的范例 那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三个范例之外 其实他还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只不过呢这三个 应该是呢大家蛮实用 而且可能会比较常用到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制作简报 那我们用AI来做简报 以往都会怎么做呢 我们可不可以到Charl GPT里面去生成内容之后 然后呢再把这些内容丢到Gamma里面去生成一个完整的简报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今天要介绍这个服务 你只要一次性的指令 就可以生成像这样的简报内容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容 你可以看到这些图表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专业 排版以及用字以及这些配色等等 品质呢我认为呢 跟你以往呢用AI做出来的这种简报的内容呢 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重点是你只要下一次指令就可以达成 好接下来第二个呢 就是用这个AI服务来制作出网站 而且这个网站呢是可以有前端跟后端的 也就是互动式的 比如说呢我们简单的做出一个像这样的报名的网页 你可以呢点击立即报名参加 然后呢这些填单内内容 我先随便带给填一个 然后确认报名之后 然后前端你看这边会收到呢 报名成功了 那你可以就会登录后台去管理 然后后台呢就像长这样子 就可以看到呢刚刚送出的这些内容 以及你报名的部分 像这样呢就是可以直接用AI制作出一个完整的 前端跟后端的内容 而且他会给你一个永久的网址 好接下来第三个呢就是前阵子非常夯的 Google推出VIO3的这个影片生成模型之后 很多人都想要跨VIP片到美国去 然后去玩这个VIO3的这个模型 因为这个影片生成模型呢 让很多人都蛮惊艳的 因为他除了生成影像之外 连声音都有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是鞋子的广告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8秒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成出来的结果 你看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这就是呢最近大家很热门很想玩的 Google VIO3的这个影片生成模型 那现在你也不用去为了这个模型要跨VIP片到美国去 然后还要搞一堆有的没的然后才可以玩 今天我们就会教大家用这个AI服务 通通都可以玩得到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AI服务呢叫做Manus 这个服务呢当初刚推出的时候是需要有邀请码才可以使用的 那现在呢是已经全面开放了 那当初这个邀请码其实甚至还卖到好几万块 为什么会这么夯呢 我先大概说明一下原因 Manus这个服务呢 跟一般的AI服务不太一样 他不是单纯的聊天而已 而是你告诉他你要做什么 他就可以直接生成那个内容给你 而且是结果直接交付到你的手上 简单的说 他就是一个已经可以帮你做好事情的AI服务 不过这个服务呢我必须得说 当初刚开始全面开放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在使用了 那用了一两个月下来 其实刚开始用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服务蛮烂的 因为他能做的东西感觉没有到很多 那有些东西做出来容错率也不高 就很容易有一些bug啊 你必须要去反复的修复啊 但是到最近呢 我又重新再测试他的新功能 以及之前可以做的东西之后 我现在Manus真的是蛮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就分三个层面 然后来测试给大家看看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价格的部分 毕竟AI服务大家都希望可以免费先用看看嘛 好用我再来付钱 好他一样呢在免费的部分有这个方案可以使用 一开始注册登录呢 他会送1000点 那每天呢他会刷新300个点数 什么叫刷新呢 你今天300点如果没有用完 明天一样会回归到300点 而不是一直往上加 而不是一直往上加 就是这个意思 那免费的服务 其实可以生成的内容就已经蛮多了 只不过呢 付费之后 可以做的事情又更多了 比如像我们今天要讲的生成简报啊 生成影片啊 这两个都是从基础版的这边开始就有了 跟后面的差别 唯一差别就是差别在于你的积分 每个月会有多少 以及使用的这个AI模型可能会有所不同 不过呢 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免费的测试版先玩看看 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建立网站啊 用免费版就可以做 那简报其实免费版也可以做 只是我自己测试下来 免费版跟付费版做出来这个品质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付费版做出来这个品质 几乎是完全可以用 而且品质真的还不错 好看完方案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 好登录曼路时之后呢 跟一般的AI服务的使用的界面 都是差不多的 右边这边通常就是你直接可以 讲你要做什么 那左边呢 这边都会有你的相关记录 所以用起来 只要你有使用过AI任何一个服务的人 应该都会非常的好上手 此次差别在于 他可以直接帮你做出内容来 今天呢 我们就会分三个案例来实作给大家看看 首先第一个 大家最常用到的制作简报 这边我们给他一个Prompt 就是制作一个 2025年台湾电商趋势 跟消费者行为数据分析的 相关简报内容 然后下面会给他一些 稍微详细一点的列表 然后要分析哪些东西啊 简报风格等等 大概是这样子 你只要这样下下去 这边建立的时候选择 slice就是简报 这边呢 如果你没有选的话 他就会自动按照你的这个内容去判断 他只是要回答你内容 还是真正的去生成这个内容 那如果你想要确定一点 你可以选择第二个agent 基本上他就会直接用代理的模式 帮你了完整的去制作完一个简报 好我们来选第二个 好我们来送出 接下来就他就会开始制作 如果这个过程中呢 他有一些需要你确认的内容 他就会在这边停下来 等你确认之后 然后再往下继续 那用这个AI服务来产生内容呢 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一般我们在使用AI服务的时候 如果像这样AI在产生内容的过程中 你把网页关掉 通常他就会中断这个生成的过程 那你就必须要重新来过 或者是当你离开座位之后 这个内容如果比较长的话 有时候呢 网页如果当掉 他也会停住 会有这些状况来产生 但是像Manus呢 你只要下完这些指令之后 你就可以离开座位 甚至关掉网页都没有关系 而且你也可以直接再去生成其他的任务 你可以看一下左边这边 他就会一直转圈圈 就是代表呢 你进来看的时候 他这个任务呢 还在执行中 那这个生成的过程中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 AI他正在做什么 因为你可以及时看到他的画面 这个很有趣 你只要点击他这个 查看Manus的电脑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 他正在做哪些动作 你看他每次看完浏览器的内容之后 他就会到他这边来新增 他要制作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再来他就会继续再去搜寻 然后再去找 所以基本上你透过Manus 去生成的这些内容 以及数据 都是算是有评有据 而且都是透过网路搜寻来的 并不是呢 透过像一般AI有些是直接 用大数据塞给你 比较容易有AI幻觉 那像这个的话你看 他是真实的在浏览这些页面 然后把这些页面的数据 统整整合 然后把你整理成一个简报 所以呢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哦 至于这个生成的时间要多久呢 要看你要的内容是多复杂 有些呢可能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那有些可能要二三十分钟不等 就是依据你提供的这个prompt 如果越复杂的 他需要的时间就越久 但是呢你可以直接丢完之后就离开座位 你也不用在这边等 那第二个任务呢 我们要做的范例就是网站嘛 那我们就简单做一个有注册登录 然后有后端可以看到账号密码的这个网站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那网站风格给大家说简约清爽 适合初学者教学 建立的部分 这边我们可以选择网页 就算你都不做选择的话 他其实也会自动判断你的意图是什么 然后去选择对应的工具来制作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送出 那我觉得Manus呢 他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 这是蛮多AI都没有做的部分 就是他会先建立一个 To-Do List 代办事项的清单 比如你可以看一下 通常这边第一个都会有 他的代办事项有哪些 然后他会先按照你的需求 一一的全部列出来之后 然后才会按照这些代办事项 一个一个去实作出来 那每一次实作出来 他这边呢就会圈选好 哪一个已经做了 那确认哪一个还没制作 这一点我觉得蛮棒的 因为比如说现在我用Cursor 或是Trade这些 去制作程式的时候 或是打造网页的时候 即便我的指令下了很多 但他很常会漏掉某些内容 即便他自己也有列出 他要做哪些事情 但是有时候AB做完之后 C就忘记了 但是这个不会 Manus他就把这边全部列出来之后 他就一个一个完成之后 拿这边都会标记起来 以便确认哪些还没有完成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蛮棒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 新建第三个任务 就是制作影片嘛 Manus呢 现在有支援Google的 VIO3影片模型的生成 另外他有支援可灵的模型 所以呢 你在制作影片的时候 是可以选择这两个模型 其中一个来制作 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来 生成一个电影的画面 好这边一样 在建立的时候 可以选择影片 然后把它送出 送出之后呢 你看像这边就会问你说 你要使用预设模型 还是使用VIO3的模型来继续 那这边也会跟你讲 VIO3模型的积分会耗比较多 那预设模型会比较少一点 而且少非常多 你看 VIO3它是需要600的积分 但是预设模型只要60的积分 差很多吧 毕竟呢 VIO3模型真的是满强的啦 连声音都会直接生成 好这边我们用VIO3来生成给大家看 接下来呢 所有的作业都只要等待就好 那在这个等待过程中 给大家看一下 我前面生成的一些内容 除了刚刚那个简报之外 我就用它呢 简单做一个课程的简报 像这一个放大给大家看 这个简报你看 课程的部分 不论是相关的数据啊 排版 或者是它编排的这些内容 其实都蛮符合我给它的这些提示 以及需求 那在制作这些简报啊 除了你直接给它Prompt的制作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把你想要制作简报的参考素材 全部把它上传到Manus之后 再告诉它按照这些素材来生成简报 也是可以的哦 变成一种帮你整理所有的资料之后 用这些资料去帮你生成简报 好另外呢 我之前也有生成一段影片是未来AI实验室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成果 是不是很像真人3D的那种电影感 现在用Google Viewer 3的这个模型生成的影片呢 就是可以像带有音效以及音乐内容的 接下来我们就等一下我们刚刚这三个任务全部完成之后 然后一个一个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成果 好我们刚刚三个范例呢都已经制作完成了 时间大约都是在5到15分钟之间完成 最快的是影片 再来是简报 最后是网站生成比较久一点点 但也合理啦 毕竟网站生成它有很多前后端必须要去完成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简报的部分 这个呢是刚刚完成的简报 是有关于台湾电商趋势跟消费者行为的数据分析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来呈现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简报做出来的成果感觉 好给大家看一下每一页的这个内容 然后还有像这种图表 甚至呢你看这是互动式图表的感觉 你滑鼠移过去还可以看到这个内容 好再往下来看 一样你看这个Facebook Instagram TikTok 然后YouTube 这边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比例 然后消费者轮廓 然后再往下主要电商品牌竞争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简报其实好像真的非常的专业 而且这些数据是真的要透过网路去搜寻 以及统整之后得到这个结果 那它也把这个 那它也把这个简报的内容呢也排版的我觉得蛮舒适的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做这样的数据分析来报告的话 我觉得应该真的是稍微调整以及修改一下 就可以直接用了吧 那这个下载的部分它可以下载成简报档 或者是PDF档 甚至呢你直接把它转成Google Slides 都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光是这个简报功能你可以看得出来 马鲁斯真的是蛮强大的 目前呢就我所知应该没有办个AI服务 可以直接一键生成这么完善的这个简报的 当然我不能说这个简报百分百就可以直接使用 但至少做个七八成以上完全没有问题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站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停下来的部分 我刚刚忘了回来确认一下 好这边是讲说是否允许马鲁斯来公开部署这个网站 因为呢这网站的部分制作完成之后 它会直接公开出有一个网址可以让你直接去浏览 别的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如果你要制作这些内容的话 只要不是有太隐私的内容 你就可以直接让它公开部署 这个部署呢需要再一点点时间 我们可以回头再来看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影片的部分 好我们刚刚这个呢 是未来都市夜晚浪漫情侣电影的场景生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感觉 你可以看到这些人脸的部分呢 突然转过来 它有一些模糊跟瑕疵 但是整体来说场景跟配乐 还有整个背景感觉 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了 不过呢 影片生成就跟以前一样 其实你还是要需要反复的去测试跟生成 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成果 并不是你每次下的指令 真的都这么完美 你看到网路上的那些Google Vios生成的这些内容呢 并不是所有都做得这么的好 好我们现在就剩下这网站的部分 大概等它公开部署之后做最后的测试 你可以看到它是真的有一个浏览器 然后可以让我们看到它正在做什么 那比如说它制作完成之后 它也会这样逐步的去测试 每一个步骤到底是不是可用的 好这边就完成了 它就会提供一个永久的网址给你 这网址呢 只要你没有特别去删除这个状案的话 就可以一直使用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成果 好你看这是一个简易注册登录系统 我没有叫它做任何的网站 就单纯叫它做一个注册系统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好注册没有问题 然后现在在登录中 你看这个就登录成功了 这就是一个简易的注册跟登录的网站 就会有前端跟后端的分别 好当这个网站生成完之后呢 你也可以去变更这个指域名的部分 在这里点点点之后可以去修改 但是是要Pro方案以上 或者是你不想要公开的话 可以先把它设为私人 都可以在这里做调整 基本上这个对于完全不懂程式码的人 如果要开发网站的话 这个应该会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你连网址跟主机都不需要去管 更不要说什么凭证要怎么去设定了 大家可以用Marus 去试试看 能够打造出什么样的网站 看完上面的介绍之后 大家是不是觉得Marus 非常的强大 也感受到下一个AI世代的来临了呢 从我们以前只是单纯的跟AI对话 到现在我们只要告诉AI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他就会帮你生成出来之后 交到你的手上来 不过Marus 能做的呢 不只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三个范例而已 他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之后我们再找机会好好的详细的来介绍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的教学 也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喔 我是阿汤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